字幕提供 主流所示 A為一個固定不動的光滑軌道 質量40公斤的台車 僅靠著A的右側 現在有一個質量為20公斤的物體 在這邊高出台車平面1公尺的地方 沿著軌道以4公尺每秒的 出速度下滑 所以這邊不是靜止開始 它是有出速的 滑下來之後它衝上甲車 甲車乙跟甲之間的摩擦係數是0.3 甲車跟地面之間的摩擦可以忽略不計 重力加速度帶10的話 要問第一個問題 請問甲車被這個乙撞完之後 它的末速會是多少 乙車在這邊它速度本來是4 請問它滑下來高度變低了 它撞上甲之前速度是多少 我們是不是要用力旋人手橫來算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知道乙車到這邊多快 之後乙再撞上甲 乙跟甲之間在做碰撞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動量手橫來去計算 所以在這裡呢 這題目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 乙的出速是4 滑下來的時候到底是多快 我高度下降了1公尺 我們用力旋人手橫 如果取這邊當0位面的話 乙原本的動能 2分之1平方 再加上原本的位能 高度是1公尺 所以它寫在這邊 2分之1 20公斤的乙速度是4 那高度呢 是1公尺 滑下來之後 我滑到0位面 所以這邊沒有位能 全部都變成動能 那這樣我可以算出 乙在撞上甲之前 這個V乙乙到底多大 那接著我就說 兩個如果是為系統的話 在這個碰撞過程呢 我們會遵守水平方向的動量手橫 所以原本的動量 乙有動量 那甲呢 原本甲是靜子 所以沒有動量 那這邊詳解它就不寫 那撞完之後 最後甲乙應該是合在一起往前移動 合體向前移動 所以撞完之後 甲跟乙他們用相同的速度在移動 所以動量手橫 你就可以看到 乙的動量呢 是乙的質量乘上乙的速度 那記得 這個速度是滑完軌道之後的 這個V乙乙 會等於撞完之後 合體之後 乙的動量 也就是乙的質量乘乙的速度 再加上 甲的動量乘甲的速度 那因為都一樣快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來寫 合體的直心速度 這樣子的VC我們就可以算出來了 合體之後 甲的快慢就是2 那其實乙的快慢也是2 因為他們一起運動 那接著我們再看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說 老師利用功能原理來去計算出 摩擦力對甲還有乙 個別做了多少功 可是卻發現 這兩個做功怎麼不一樣 所以 這位同學小博他就說 他認為甲乙之間的摩擦力 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他們大小是相同的 那方向相反 而作用的時間一樣 那麼做功的數值不就應該要一樣嗎 為什麼會不同呢 他的想法是對還是錯 那錯的話又錯在哪裡 我們先看看 老師用功能原理來計算 什麼是功能原理 功能原理說 合力所做的功 會等於物體的動能變化量 所以我們來看 老師到底算出了什麼東西 摩擦力對甲台車 作用了多少功 就看甲的動能變化量 甲的末動能減出動能 那因為甲本來是靜子 然後來呢 他40公斤得到了2的速度 所以這個甲車 是不是獲得了80焦耳的動能 誰給的 摩擦力對甲做功 好 那對乙車來講 乙車質量20對不對 本來碰撞之前那個V乙乙 V乙乙如果你剛才有自己算的話 他的大小是6 所以 所以 乙這個物體 原本動量是這麼多 速度6 那跟甲合體之後 他的速度變成了2 所以我把末動量 末動能 減掉出動能 我們可以得到 這個動能的變化量就是 摩擦力對乙所做的功 哎呀一個80 一個是320 是負的 所以不一樣 那不一樣 像我們剛才說那個同學 他認為應該要一樣 那為什麼會不一樣呢 我們這樣看 做功 一個力量要做功 你是怎麼算的 你是不是把力量乘上位移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 他的位移會不會相同 雖然時間一樣 但位移會不會相同呢 位移怎麼做 今天對甲或者對乙來講 他們都是受到同一個摩擦力作用 這個動摩擦力是 摩擦係數乘上下壓力 乙物體20公斤在下壓 所以 動摩擦力都是60牛頓 這個60牛頓 作用在甲身上的話 40公斤的甲 他是不是應該有這麼大的加速度 而60牛頓作用在20公斤的乙身上 他會有這麼大的加速度 那我們把它丟進這個式子 等加速度運動 墨數平方等於初速平方加2as 對甲而言呢 初速是0 墨數是2 而他的加速度這麼大 我發現他位移會移動這麼多 那對乙來講呢 他的初速是6 墨數是2 加速度是-3 所以他負號寫前面 我們算出來 乙的位移是16公尺 這邊看到 位移不同 力量相同 那麼做工的數值 當然就不一樣啦 太誇張了 我來講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